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基本上宣布他的案子往后推 对川普的案子往后推了 但这篇内容的 他报道内容来自于德肖威慈 德肖威慈是左派的著名的宪法学者 是德肖威慈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他在分析了布拉格本身在状告川普的过程中 可能把自己陷入一种困境 甚至陷入绝境 那他现在真正麻烦的不是川普 而是布拉格在德肖威慈的眼睛里看 说布拉格可能会出现状况 因为这个网站不稳定 我就跟大家解 这是一种观点性文章 分析性观点性文章 但大家可以看到这故事 就是整个天象转变的故事 他的中心就是布拉格跟纽约州的总检察长 他们有着共同的认同 联邦检察官特别检察官对川普提起诉讼之后 他们的案子就被搁置这是肯定的 当他们的案子被搁置之后 要等待时间去进行重新的起诉 重新的过程 但是在等待过程中 出现一个很有趣的 因为联邦检察官的案子 要推到今年的12月份 如果推到12月份 那布拉格的案子 要延伸到什么时候 才进行这个庭审 到了明年是选举年 他同样作为法院 作为检察官和法院 都要注意到对选举干涉的问题 所以通常是这是一个惯例 所以作为他认为在布拉格本身上 他也很难去决策 案子拖到明年 当然这都跟法官有关了 这是德肖维茨的看法跟观点 当他很难转到明年去开庭的时候 他怎么办 就说他怎么办 而川普在布拉格 在这个联邦法院的这个官司 都不知道最终定在什么时候 因为他落到了坎农身上 所以布拉格就自己把自己拴在了一个很尴尬的状况下 他说很难想象 而主审法官是那个叫什么 就是科恩 是川普的私人律师 曾经的私人律师 但是呢 科恩是犯有联邦刑事罪 就是他作伪证 他应该已经不是律师了 所以他就讲说 无法想象让一个做伪证的罪人 而又跟现在他所主告的 所谓的这个美国前总统 都有直接相关 而那做伪证从而犯罪了 被判三年嘛 犯罪罪人又跟川普有关 他说很难想象 布拉格把这么一个人 在今年12月份推到法庭上去 因为联邦庭审在12月份 所以他要推到庭审之后 他说很难想象 让科恩站在法庭上 去指控指证今天的川普 这个本身站上去的本身 就会把布拉格的不合法性 就是他的职业道德的问题 就会推到顶点上 就是他为什么要去开庭 干这个事 他的中心就是这个 然后川普不干 他说川普呢 在行使着宪法 第一修正案 第四修正案 第五修正案 还有第七修正案 大概宪法中的 大概四条的修正案 赋予了川普巨大权力 所以他一定喊出来 就是川普一定喊出来 在川普喊出来的背景之下 使得布拉格 无法叫什么 忘乎所以 为所欲为 因为那是川普 确实的宪法权力 而川普的身份 是总统 那总统遭到了这样的对待 他说在民间社会中的影响 在法律界的影响 同样使得布拉格 不敢为所欲为 所以这就变成了第二点 他说这个布拉格 就会非常的麻烦 因为他必须面对川普的呼喊声 所以在我们看到的故事当中 对川普的案子当中 曾经有过检察官 特别检察官 在另外一个案子 就提出来说 川普不能随便 不能跟其他证人接洽 不能在社交媒体上 如何如何 其实是他们 在借助着法律的名义 在保护着自己 他们惧怕川普的那案 所以德肖威茨就认为 川普的呐喊 让他置于非常尴尬的境地 因为所有人都在看 但川普的呐喊 是宪法赋予的 然后就提到另外一条 另外一条就是 布拉格涉嫌提前 提前披露了 与大陪审团相关的诉讼的内容 我记得我们当时跟他分享过 有他提前披露了 这个陪审团的相关的内容 所定性的内容 这是在美国的纽约州是犯法的 在联邦法律 他没有 我没有印象他提到联邦法律 但是在纽约州是违法的 那违法的刑期呢 可能会被判一年到五年 所以布拉格今天涉嫌违法 那如果川普在针对他 涉嫌违法的内容上 反诉他 那就故事就完全不同了 所以这是德肖威慈 在这篇文章里 他申诉 他说其实布拉格在 状告川普的故事中 把自己陷入了某种窘境 甚至是绝境 那只要他往下走 你就会看到 他的路越走越窄 而且可以看到的反向的回击力 回旋力 回击力 那这是基本上德肖威慈的观点 大家看这篇文章 是在保守派简讯是什么 在这篇内容里面 那我没有 因为这是一家媒体了 它是保守派媒体 它是一种总结性的内容 我们可以能够看到 朋友们想去看 就到保守派就这样 或者说你去查询原文的话 你就查川普跟布拉格 你查这两个字 这篇文章就应该出来 所以这是比较新的 今天早上一篇内容 当然这些内容都是在推断 这些内容出来之后 这些比较法律上比较有名的人 出来之后 都是对这样的 对这样具体执法者 是个巨大压力 在德肖威慈的 他自己一再声明 他说 我不是川普的粉丝 我也投票并不投给川普 我是左派人士 左派人士意思 他投给民主党 他说但是呢 我现在看到民主党的同僚们 这些人们的所作所为 是对法律的侮辱 德肖威慈尊重法律 因为他把自己视为精英 是法律 是美国宪法学者中的佼佼者 是一个鼻祖式的人物 所以他就尊重法律 其实尊重法律 他在推崇自己 也就变成了 从某种角度上来讲 在法律的 在美国司法的这种 这种应该怎么说呢 专业程度的角度 或者权威的角度 那布拉格搞不好 还得求助德肖威慈呢 所以他是这么个关系 在这个关系上 那德肖威慈的表达表述 会对整个案子影响巨大 那就像川普的呐喊似的 所以川普的呐喊 同样是有着这种呼应 在川普问题上 德肖威慈确实是 在揭穿着他们同党内容 就是共同意识形态人的 所作所为 川普也不回避 川普也确实在引用 德肖威慈有什么话 川普也在引用 这就出现了互动 所以这是美国社会的 一种表象 我们能够知道的 一种新闻的表象 而这种表象呢 在反映着一种修正 我个人以为 我一直跟大家解释说 我认为 中共在崩溃之前 西方的左派先完蛋 西方左派先完蛋 所以左派完蛋 这是整个左派衰派的过程 你朋友们看到的是 川普回党的过程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